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望鸡 喊完才发现 蓝望鸡的嘴唇破了点皮 蓝西辰下意识地扭头去看魏无羡 发现魏无羡的唇更是红肿的不成样子 心里瞬间明白过来 他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啊 看看自家委屈着一张小脸的弟弟 蓝西辰主动道 望鸡啊 刚才在天台上 你别误会啊 我跟魏公子 我们 哥 不等蓝西辰说完 蓝望鸡就上前一步 抱住了蓝西辰 把下巴埋在蓝西辰的肩窝里换了一会儿 才轻声道 我知道 你们是朋友 是兄弟 我没多想 他其实也不是真的怀疑什么 他就是吃醋 他就是见不得魏无羡跟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拥抱 那就好 蓝西辰笑了一下 他抬手在蓝望鸡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嘱咐道 搬去跟魏公子住 我不拦着你 但你不能影响学业 知道吗 蓝望鸡轻轻按了一声 我不会的 我知道你聪明懂事 定力好 从小就不用操心 蓝西辰温和道 去吧 蓝西辰把他们送到门边 魏无羡在出门前 向蓝西辰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 走了阿西辰 有时间再聚 叫声聂总和孟总 我们谈谈实验项目的事情 蓝西辰能这么爽快的就包容了 他和蓝望鸡在一起的事实 的确是他没想到的 原本 他都已经准备好了被蓝西辰骂 跟蓝西辰吵架的准备 结果啥都没用上 在这条铺满了荆棘的路上 蓝西辰能做第一个帮助他们 为他们掀开荆棘的人 魏无羡是真的很感激 蓝西辰应了魏无羡一声 回忆他一个离奇的眼神 蓝望鸡也扭头跟他哥道 哥 工作别太晚了 周末我就和魏英回来陪你 蓝西辰吵了一声 把人送出门后 转身 他就莫地愣住了 这栋别墅原本就只有他和弟弟两个人住 平时除了庸人和欧尔登门的朋友 完全没有其他来客 现在蓝望鸡又走了 这个家就更加没有人气了 蓝西辰莫名地感到孤独 他走到窗前往下看的时候 还能看见自家弟弟和魏无羡手牵手离开的画面 望着无边的夜色 沉默好一会儿 蓝西辰忽然闭上眼睛 眉宇间逐渐显出疲惫 心中压抑着的情绪也在这刻被逐渐放大 也许 魏无羡说的才是对的 要勇敢了 才知道有没有出路 夜风吹拂着蓝西辰额前的碎发 那丝丝缕缕的碎发 骚得蓝西辰眼皮微颤 心念随着风动 蓝西辰缓缓睁开眼睛 他伸手拿出钱包 从钱包里拿出来一张照片 爱恋的眼神端向着那张照片 只见照片上的人长得眉清目秀 笑起来很好看 脸颊上的小酒窝 显得他整个人都特别甜美 温婉 对 就是甜美温婉 照片上的男孩男生女相 眉宇间总有种甜静的气质 他安静的时候整个人都很甜静 蓝西辰能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而一旦他坐到谈判桌上的时候 他整个人的气场又全都不一样了 仿佛变了个人一般 整个人都显得凌厉 干脸又落落大方 谈吐纹雅中带着镇定 给人一种可靠安心的感觉 可他也是个男人 蓝西辰怪自己生不逢时 他拇指轻轻抚着照片上男孩的脸颊 眼底沉着的使浓得化不开的悲伤 可以想到魏无羡鼓励他的要勇敢 他又拿出手机来 忍不住点开微信 在屏幕上打下一行字 觉得不行又删了 删完再打一行字 打好又删 如此反反复复了几十遍 蓝西辰终于选择了放弃 他注视着照片的眼神里一片悲凉 拇指轻轻抹拳着照片上男孩的脸颊 两久之后 蓝西辰深深地叹了口气 又把照片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回了前家里 视线重新投入深沉的夜幕 任凭清冷的月光打在他的脸上 跟风做了一整夜的伴 直到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清晨的第一缕光线替换了月光 浮在蓝西辰脸上的时候 蓝西辰才自嘲地仰了仰嘴角 自言自语道 魏公子啊 白白辜负了你的劝道 终究还是我不够勇敢 不敢踏出这所辛劳 终究还是对蓝家的责任和使命 让他甘愿被辛劳锁住了灵魂 禁锢了情爱